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疫苗的价格 我想的话基于疫苗的价格 我们有一个根本遵循 那么就是以新冠病毒疫苗的公共产品属性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遵循 那么它既然是一个公共产品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满足 习主席提到的它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 所以我想新冠疫苗在中国的定价 一定是在大众可接受的范围内 那么在紧急使用阶段的话 我们有一个基于成本的指导价格 疫苗正式上市后 疫苗还会根据不同的技术路线 根据我们使用规模 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 可能会价格方面有一些调整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想我们都是要实现 新冠疫苗的可及和可担负 一定会在大众可接受的范围内 来提出新冠疫苗的指导价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